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人破口大骂 骂对方不长眼 当船撞过来却发现对面船上没人 是个空船 刚才的满腔怒火 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生气的不是撞船本身 而是对面有没有人 一件事对你造成了伤害 你生不生气 发不发火 并不取决于事情本身 而是对方的人 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人 这个人居然无恕我 这个人居然想伤害我 不行 我对他不客气 情绪也就在这里爆炸了 可问题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我们这一生可以遇到各种奇葩 如果都要和他们支起 那就没完了 庄子说 不潜是非 与世俗处 不要争论说明是非 人生在世 难免有看不惯的人和事 放宽心 笑笑就得了 一个人看不惯的人和事越多 说明这个人格局越小 真正厉害的人把那些糟心的人和事当成空船处理 别人是无心的 事情是无意的 而不是一心想着报复 这样的人才能迅速调整自己 不断放大自己的格局 情绪不好是把自己看得太重 庄子还有句话说 人能虚极以犹势 其疏能害之 一个人要是不把自己当回事 那就没有人能让他愤怒 让他生气 一个人的自尊意识太强 自我意识太强 别人稍微冒犯 他就立马反弹回去 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尝试放下我 站在对面的角度去考虑 去理解 去宽幼 两只船相撞 你的第一句话不是骂人 而是问 你没事吧 那你给对方的感觉就是一个空船 这样的话 哪里会有什么争执呢 虚极犹势 虚极忘记 忘掉私欲 偏见 这样才能不害物也不害于物 不害人也不害于人 放下我值 自然可以事事不计较 事事 看得开 情绪不好 是自己想要的太多 想要的太多和世界的交集就多 争执分歧也就多 人的欲望是无穷的 如果我们把快乐建立在欲望的满足上 那么一旦欲望无法得到满足 快乐也当然无存 所以古代的圣贤也都告诉我们 过多的欲望是一切痛苦的来源 庄子将死的时候 弟子要厚葬他 他说 在上为鸟渊时 在下为蝼蚁时 夺比于此和其偏野 在所有人都往上挤 财富名利 什么都想要的时候 庄子连生死都看淡了 生命越来越简单 越走越远 很多人争名夺利 累死累活 那些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的东西 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庄子说 天下有志乐无有灾 天下有志乐 但不是名利之乐 欲望之乐 志乐无乐 志愈无欲 真正的快乐 是与自然合一 是与天地合一 这种快乐 物质地位都不能给予 而是取决于 一个人的智慧和境界 您说醉也不平 总偏偏在为难你 感觉很努力 总是没有看见成绩 别人辉煌时候 总说是运气 要自尊 谈过去 不如狠狠骂醒自己 人生本就无常 太多说不尽的道理 换方式 去想想 至少一次曾感动自己 该明白的时候 总不想承认过去 有责任 不放弃 平凡人 不平凡意义 又只有走过 才知道坎坷 苦过笑过 才明白生活 少一点倔强 少一点徘徊 生命将会收获更多 请只有爱过 才知道不舍 分过喝过 才明白更多 多一点灰烬 多一点想象 会有更多 美妙 跟你走过 跟你走过 人生本就无常 太多说不尽的道理 换方式 去想想 至少一次 曾感动自己 太明白了 该明白的时候 总不想承认过去 有责任 不放弃 平凡人 不平凡意义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一点想 多一点灰烬 多一点想象 会有更多 美妙 跟你走过 跟你走过 多一点灰烬 多一点想象 会有更多 美妙 跟你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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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